宗主 你没事吧 我就是有些累 要先回去休息 等杨无敌前辈醒来 麻烦您转告他 下午 我希望能和他好好谈谈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杨无敌前辈 恐怕受了些内伤 你还是留下来吧 马洪俊可没有太坦那么多顾忌 护着他走出客厅 脚一踏出门 他就忍不住想唐三问 三哥 你那伤口怎么回事啊 刚才吓死我了 我都快尿了 好家伙春过去了 那是魂骨忌呢 我给他起名春风吹有声 唐三和马洪俊前脚刚走 下一刻 杨无敌哇的一声 吐出了一口紫黑色的淤血 长舒一口气 这才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良久 杨无敌呆滞的目光 逐渐暗淡下来 这一刻 他仿佛老了十多岁 脸上的傲气 已经完全消失 白鹤还是忍不住开口了 老杨 不需要亲 换了我们几个 结果也不会有什么良样 更何况 你还没有用出自己的第八魂迹来呢 因为你手下留情 才给了他机会 不用安慰我了 输了就是输了 难道我杨无敌还会不认吗 帮我拿着 我必须赶快给那小子制伤 带我去看看他吧 白鹤并没有接过杨无敌递过来的药瓶 三位组长的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难道他死了 那小子的能力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呢 你被摔的时候 人伤口已经自行愈合了 看来我老杨输的还真是彻底 那小子提了什么条件 唐三没说 先去休息了 他只是让我转告你 让你先好好休息 下午他希望能跟你好好谈谈 看来我真的是该休息了 走吧 带我去房间休息 两名破制异族的弟子 赶忙从两旁搀扶起他们的宗主 蹒跚着向外走去 泰坦和白鹤对视一眼 白鹤叹息道 这一战不仅摔掉了老山羊的倔强 也摔破了他的自信 对老杨来说 打击事沉重了点 可从某种角度来看 也微畅不是件好事 看来这一次 我们单属性四宗族真的要重聚一堂了 接下来就看我这侄孙 怎么说服老杨了 我相信他有那个口才 说真的 我已经开始憧憬我们唐门的未来了 马洪俊一直将唐三送回房间 他此时的表情显得很怪 逼着个脑袋 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腰间悬挂的 如意白宝囊 如意白宝囊中的情况 唐三再清楚不过 可就在刚才准备取出龙汁叶来吃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摸到了一种 特殊的柔弄物体 别事 看着这个球解一下 我们全ora的存在